孔子老人家教育我们说 豆腐要吃得烫 老婆要取得胖 那么怎么样做的麻婆豆腐才能滑嫩烫呢 今天就把川菜师傅靠着这方法 在成都买了六套房的方法分享给你 我们准备一块比我还嫩的嫩豆腐 改刀切成一厘米见方的豆腐块 太大了不好入味 太小又容易碎 切好后把它放进碗中备用 再准备肉 喜欢吃费一点的可以选择五花肉 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把它剁成细小的肉末 放进碗中备用 大蒜给它拍晕 剁成细小的末 放一旁备用 几根葱切成稍微碎点的葱花 放进碗中备用 锅中烧水 下入豆腐 再来点老抽给豆腐上的底色 用勺子搅拌均匀 煮个五分钟后捞出控干水分 这样才能达到滑嫩的口感 放进装水的大碗中清洗 防止粘连 像我这样Q弹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 下入肉末 边炒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把肉末炒至每一粒都是分散的状态 再倒入切好的葱姜蒜 一勺豆瓣酱 开小火慢慢地煸炒出豆瓣酱的红油 炒香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调味加盐鸡精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记住啊 调味一定要在下入豆腐之前 这样才能使豆腐更加的入味 再下入豆腐块 用铲子轻轻地推匀 再开小火慢煮十分钟 让豆腐入味 接着用水淀粉少量多次勾芡 第一次勾芡能使锅中汤汁更加粘稠 吃起来更好吃 第二次勾芡能使汤汁紧包裹在豆腐上 这样豆腐更入味 最后再撒点迷人的葱花点缀一下 再倒入预热的砂锅中 这样做的豆腐麻辣鲜香 特别的虾米饭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